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父亲 是我 你这孩子 一整天跑到哪儿去了 不用做生意了 有件比生意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 荒谬 说来听听 若梦 若梦找到了 什么 你再说一遍 父亲 是真的 若梦找到了 你确定 确定无疑 父亲 我今天就把他带回家 父亲 你真 pow 父亲 父亲 若梦回来了 means 先生 别 Tak 回后 您先打疼 先坐吧 坐吧 为什么不说话 为什么一直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 父亲 若梦第一次回家 我没有问你 我是问他 这一切 对我来说太突然了 就跟做梦一样 突然就告诉我 有了家 有了亲人 我怕幸福来得太突然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真是能说会道啊 零压力值 你不让我看清楚你 我总知道 你跟安妮有多相似呢 眉眼确实很像 但是也不能说明什么呀 在这个世上 相貌相似的人很多 李戴桃江的艳品 也不少见 父亲 您这是 若梦 快把你的项链给父亲看看 这条项链 这么多年一直在你身边 从小到大 我都带着他 你不会骗我吧 父亲 对不起 若梦 若梦 等等 你记不记忆 让我看看你的耳朵 能把这个耳环 摘下来吗 双梦 若梦 这条项链 真是你 你终于回来了 孩子 你等等 你等等 你看看 你看看 彈这条项链 看 手 你 小 没 这条项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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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我的养父刚刚过世 哥哥也因为一些原因离我而去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没有亲人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老天爷能够把您还有哥哥重新送回到我面前 爸爸 爸 你放心 后半生 我一定好好孝顺你 好 好 懂事 拐角 孝顺 完全是我梦中见到的落寞 我现在终于有脸面对你九泉之下的妈妈 九泉之下 我妈妈怎么了 哦 若猛 啊 您妈妈 过世了 妈妈 我来看您了 安妮妈妈 若梦回来了 您放心吧 从今以后 我会尽到一个哥哥的责任 好好保护若梦 不再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爸爸 妈妈为什么这么早离开我们 以前的事情你记不起来 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 对你是一种保护 可能你妈妈的在天之灵 在保佑你 希望你能够无忧无虑 做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我们走吧 起飞 别撤 是 少爷 若梦安 爸爸年纪也大了 不如你搬回来住 还别爸爸吧 爸爸 我现在暂时还不能搬回家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工作比较多 工作时间也不固定 如果搬回家的话 会影响到家人 倒不如一个人自在一些 这样子也好 起开 从今天开始 你多派一些保镖 保护你妹妹 必须要保证她的安全 您放心吧 爸爸 不用了 我现在 有可以保护我的人 而且我 从小自由自在地逛了 如果您多派一些保镖的话 反倒是拘束了 这样吧 我向您保证 只要我一有时间 就多回家陪陪您 好不好 那 你答应的啊 必须要常回家 要不然呢 到时候爸爸亲自去 抓你回来 知道了 好 我们走吧 罗伏生 你干嘛呢 我 浇花呢 浇花怎么能这么 浇花怎么能这么浇呢 要充满感情的去浇 对吧 准备搬回去住了吧 没有啊 没有 那 林大哥没提上你搬回去住吗 提了 我没有答应 你为什么不答应啊 你们这亲人好不容易团聚 你跟亲人住一块多好啊 因为 在这儿也有我亲人啊 你是为我留下来的 你是为我留下来的 不然 还有别人吗 罗伏生 我们之前呢 说好了要相依为命的 我怎么可能抛下你不管 之前 我是天鹰的时候 你是东江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现在我是凌若梦 但是你却为了我失去了一切 说好了一块同甘共苦的 我怎么可能抛下你不管呢 我怎么可能抛下你不管呢 罗伏生先生 林若梦小姐的庆祝回归典礼 诚挚地邀请你参加 因为她能够找到亲人 多亏了你 所以她非常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分享这一课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但是我 我就不要去了 为什么 洪林两家的关系你也知道 我怕我去了之后惹你爸不高兴 到时候 影响你们家人的 不会的 这次我要跟爸爸好好介绍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 我也不可能找到亲人的 那你当时都不在场 我要跟谁分享这个幸福的时刻 你就放心吧 虽然我人没在现场 但是 我的心跟你在一起 可是这样 不会委屈你吗 委屈什么呀 有什么可委屈的呀 你好不容易找到你的亲人 我不想让任何事情 破坏你们的团决 别想让任何事情 我能够认识 你能够认识吗 你能够认识吗 我去认识了 你只会认识 你还在这儿 你还在这儿 我只能够认识 我还在这儿 你还在这儿 你还在这儿 更令我们开心的是 若梦已经靠自己的努力 成为一颗 闪耀永谈的新星 若梦的回归 让我和父亲十分感恩 也欢迎东江各界名流 跟我们一起见证这美好的时刻 好 好 万万没想到她竟然是你妹妹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之前 还有一些不愉快 那件事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那天下车 接下来 还会有什么作品带给大家吗 接下来杀青以后 我想会休息一下 那这样我去看看若梦 好 您好 不好意思 今天到错为止吧 好 谢谢 谢谢 黄先生 林老板 林老板 恭喜 你好 你好 谢谢 谢谢 黄先生 好 请坐 请坐 黄先生啊 我的女儿 一直受到你的赏识跟提醒 林某 非常感激啊 应该的 说到底 还是若梦自己有出息 你太谦虚了 千里马虽然常有 而不乐 不常有嘛 哎 我会变成了 我会被你打开 我会被你打开 我会把你打开 那么多多 我会把我打开 我会把你打开 感谢观看